家中議會協會共同主席 文革華國會議員楊蕭會議 聯邦參議員胡子修 及聯邦多元文化國會秘書梁中興 在文革華會見中文傳媒 曾三度陪同哈珀總理訪華的胡子修表示 今年實質家中建交45周年 從兩國近來達成互發十年多次簽證 以及在多倫多設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來看 足可說明家中關係憲政大步向前邁進 在談及印度總理莫迪剛結束訪問加拿大 總理哈珀十分重視並全程陪同 雙方並獲共識 爭取今年9月落實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9月將會出訪美國 下方為何不邀請習主席順道來加拿大訪問 楊蕭會議則回應 梁仲鎮也補充 反應家中關係更加緊密 相信中國領導人會在適當的時機訪問加拿大 鳳凡衛視武警蘇一恆 溫哥華報導 謝謝你 謝謝大家